今天支點小片帶你看沉默的通緝犯郭榮鏗 警方國安處員和通緝八件王政客包括郭榮鏗 這八個人基本上是個人的都會抱頭回應 或者起碼出個PO說幾句硬話 以示自己好威威不害怕 但郭榮鏗真的不是人工品 PO又不發,東西又不說 究竟他在做什麼呢? 郭海又說,如果你問小片 王政客誰最聰明? 小片只是服兩個人 第一個就是以接公民黨的梁家傑 他吃政治飯那麼久,但什麼事都沒有 還可以在法律界發揮如意 第二就是同樣來自公民黨的郭榮鏗 郭榮鏗他有多聰明? 他2020年的立法會議席被DQ 立刻運用他的驚人的政治智慧 走得快,好世界 隨便去加拿大,坐在楓葉國那裡 韌韌腳探著咖啡 隔著太平洋,冷眼旁觀前黨有楊岳橋 譚文浩之類的還押蹲監 郭榮鏗明明在香港都是政治二打六 為什麼他又有能本事訪問美國 可以去到時任副總統彭斯的家裡過聖誕? 除了一聰明仔,小片真的想不到其他東西去形容他 2022年中,郭榮鏗在美國紐約和人開律師樓實行穩真銀 去到2023年中,他又在英國開了一間跨國智庫 名叫做中國戰略風險研究所 打正招牌幫英國、美國做金班搞中國 為什麼要開智庫? 是不是要開炮來追擊中國? 表面上是的,但實際上呢? 小片有個強烈的感覺,郭榮鏗真是智慧的化身 他很清楚自己的定位 心知道自己在香港做了這麼久的政棍 突然去到美國、英國、開律師樓開智庫 哪有這麼多人力呢? 當然要找一些政治事來搞一下 做一下政治昌華 幫自己撿好一個政治人切 套上一頂香港民主鬥士的光環 這樣才可以吸引到水與上門的嘛 現在搞智庫不一定要有智慧 更加不需要公信力 一美照中國就可以了 郭榮鏗這些就最擅長 他早前去了英國上議院發表報告 分析中國的什麼什麼 但一開波就吉不及待地踩中國這樣歌樣 實行將中國全面妖魔化 去到哪裡都要靠武魯克中國 亂鬥鬥香港來找人 但就誓死都不肯走上前台 歸縮在大後方 看著前線那群黃色政治水魚在幫他捱生捱死 亨哥 你是可以的 好像羅冠聰那些還要靠香港 黃色經濟圈自養的政治負資產 真的要好好跟亨哥去學習 不知道這一集出之後 郭榮鏗會不會和大家見過面呢? 小編真的很掛念你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HKG部頻道 按這個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了